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俊一的新金手機制 最近有一些人到俊一玩的時候 其實看到多了一些火箭圖示 在星空圖裡面也多了很多 這個123還有等待升級的小火箭 那我們在開始跟金手之間 插入三個等級的一個用意 其實主要是基於這個 愛濱浩斯做的遺忘曲線理論 人如果學個東西之後沒有再看 其實會忘得非常的快 那如果我們透過怎樣呢 透過持續的複習 其實會降低這個遺忘的比率 那對於數學這種科目呢 其實我們透過適當的複習 也能夠確定 我們在學習裡面到底是理解 還是一個記憶的形式 那萊特納他提出了一個複習的方法 就是說一開始你如果這邊會的題目 就往後移動 會的題目就往後移動 那做錯呢就往前移 那直到一個題目呢進入到第五階段 表示說他已經對這東西理解比較好 記憶比較久 接下來我們就來講一下 均一怎麼從第一個階段 往第二個階段 判移動的判斷方式 我們提供的是一個動態平仰的系統 每個學生做的題數不一定一樣多 而是達到這個標準 最近六題對五集才會升級 稍微的容錯降低學習的挫折感 我們以這個例子來看 最近四題對三題 再對一題五對四 如果再對一題呢 等級就達到 但是如果做錯了 你也不需要全部重來喔 這邊的紀錄會保值 我們只要怎樣呢 再對一題 再對一題 這樣子就會得到 最近六題對五題 不過並不是這樣子就結束了 我們六小時後還要再來檢測 檢測完再一天 再兩天 我們要過這樣子實際的升級 才能夠達到一個金手等級 那接下來我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進入升級挑戰 首先先點選右上方的這個個人檔案 點選個人檔案之後 按左方這個技能進展 我們就會看到你這邊的所有技能 它有各種不同顏色 標示不同的等級 那這裡有小火箭的圖示呢 就表示說它等待升級 我們點選下去 點這個我要升級 在升級挑戰裡面呢 可以看到 它一個測驗 只要連對兩題 就可以進行升級 現在從等級二升到等級三 那在兩天之後呢 你再繼續復級 就可以進入金手階段 除了一個單元 個別升級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點選這個綜合升級 一次升級多個單元 在綜合升級裡面呢 你只要一答對一題 即可升級 不過答錯呢 就會降級 像這邊就是 答對答錯的一個情況 對於金手題目 它還是會 每隔四、八、十、六、三、十二天 提醒你再來複習 那希望這新的金手機制呢 能夠讓大家的學習更有成就 學習更有效率